聊天室 你也可以开辟一个聊天室 和你的学生做沟通 那在新增资源里面 你会看得到聊天室 在活动里面看到聊天室 按下新增 聊天室的名字 我们就叫聊天室好了 你可以替他取名字 设定完储存 并显示 你就可以 直接进入聊天室 好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聊天室在这里 那可以在这里 打字 如果有人上来也会在这里 这样就可以和你的学生做互动 那聊天室是可以看到学生一些反应的机会 有时候电脑课可以拿来训练学生 打字的速度 因为在这里面 学生之间会彼此督促 加快自己对键盘的熟练度 你也可以在这里发现学生 在网络网路上的一些行为 如果有不正当的行为 我们可以利用他来纠正学生 好 这是聊天室的用法